我工作里面会需要随时有删除列的需求 随时有插入列的需求 如果他每天都自己手动来做的话 那真的会很非常的麻烦 比如像我假设刚刚是删除 如果现在我需要怎么样 在每一列的中间下面插入一个空白列 每一列下面让他隔开 可能底下我需要key一些东西好了 针对这个会员底下做一些动作 那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如果你手动来做的话 你可能就要到什么 第五列的按右键插入一列 然后再来第七列插入一列 那他又往下 所以一样插入列我建议你反过来 反向的不要从上面下来 你如果从什么 从下面上去的话 反正先第13 然后再来第12 再来第11 你会发现完全没有干扰 所以音色如果也用反向回圈的话 那会是最快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都帮我插入空白列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13 到4不用 因为4的话如果插入一列 它会变这样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到5就好了 那当然如果你要写这个 第一个一样 先复制一个因为它不可逆 所以先复制工作表 第二的话就怎么样 就是在VBA里面 一样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这是下一个单元 下一个单元其实会讲到 再插入列 那我们插入列的部分就是 for i 等于13到5 step一样 -1 这个跟前面一样 tap是少一个 不是到4 是到5 因为上面这个不需要 然后你只要怎么 rose 不用逻辑判断 更简单 rose i 列 怎么样呢 点 insert就可以了 insert我想这个应该会拼 insert 不会拼的话 键盘上也有 找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按执行 按F8好了 你这样组行看不然一下太快了 先这个时候13 所以意思是说跟刚刚我做的动作一样 13列差一个 再来12列 有没有 所以其他都一样按下去 全部ok了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希望呢 所以同学说 老师那可是我 我又又做完了我要输出报表 我要又要把那些东西删掉了 这时候 你就再怎么样 删除列 删除列就不是逻辑了 所以删除列 拿这个来改好了 名称不能一样 删除列 应该叫什么 删除空白列好了 ok 所以这个也 那还蛮实用的 因为经常遇到 所以这时候的话怎么办 当然你就是要再模拟一下 这个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 第21 step 负1就可以了 有没有 21 step 负 不负2 跟人家负2 负1的话就删掉全部了 你如果负2然后一直到哪里到5 3到5就可以了 ok所以基本上 程式的写法就是删除空白列 那我们就是 逻辑是吗 不用逻辑 这个逻辑删掉 那这边 step 负2 从20 看一下 21到5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把这边改 21 到5 ok 然后他就会step 负2 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 ok 要试一下 因为 这个有时候不一定 100% 3掉21 没问题 3掉19 没问题 S333 3掉5 ok 恢复了 如果你要再来啦 反正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做两个按钮 一个是插入 一个是删除 有没有 感觉 对啊 你要怎么变就怎么变嘛 多方便嘛 ok 所以 但你不能颠倒就是啦 这反正 两个按钮 一按 马上 不然以前如果你要自己手动做这些事情 还真太浪费时间 而且 也很容易做错 这部分的话应该蛮重要 所以先讲一下 那 所以我们有变化题 一个是判断 留下 过胖的 再 插入 列 再删除列 那这个后面其实也会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日期时间里面会讲到 日期时间里面 就是第1个 我希望做出 比如说2018年的年例 假设我输入2018 按个N 1月1号直接输入之后 我希望呢 他一整年年例 全部一次 全部帮我产生 那你会发现 他等于是 他这个开头 后面这几个都是跟着他的 所以呢 这个是产生 下个月的第1天 下个月的第1天 那我这边用一个e day函数 那这个是跟着他的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抓他下一个日期 但是会有一些错误了 我们要判断 那里面礼拜六礼拜天 可能要换个颜色 那怎么做 那最后做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年例 其实之前的练习 离到这里到此为止 可是后来呢 同学说老师 可是我这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那我希望拿他来做什么 拿他来做那个schedule 而且 不同客户可以建一个不同的年例 那可以放不同的 资料进去 蛮好 但是问题是 如何插入列 最好是一列 这个按下去 自动就把列给 加进去了 我把它启用一下 他就自动列就出来了 那还可以自动 删除列 我后来同学做完之后呢 他就说 老师那个列高不太够 可以把列高提高一点点 因为他插入列 列已经有了 可是他说列不够高 怎么办呢 以前如果说你要调整 还调很久 可是VBA会代劳 可以 我让他50 这样够不够 OK 所以其实可以很多变化 后来同学就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插入两列 可以 不过这些都是 在 基础之上 在做变化的 有些东西其实你就想想看 反正怎么 你会 插入列跟空白列 后面东西都是衍生出来的 OK 那当然都可以一键完成没有问题 只是说这里面 后面会再提到 这个是 日期与实验函数的部分 这个待会来看 请各位呢 也许 先把刚刚的这个 我刚刚主要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希望 插入那个 就是 就是插入列 这个插入列指的就是说我要空白列 删除 OK 好 试一下 那关键的部分是insert 这个是删除的话是step-2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基本上这些东西基本上就不要死背了 因为其实说工作里面 你的工作绝对都不会是一样的 每个工作内容还有工作逻辑 绝对都不会一样 所以你们需要的我想应该是把这要活学活用 应该是活学然后要常常用 用到熟 慢慢你就可以发现你跟那个Excel之间的人机界面会非常好 因为他都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 马上帮你把你要的结果 好像变魔术一样 马上变出来 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的话 可能你就到图法链刚 光那个时间的耗费 而且每天每天加在一起的时间 你会发现真的不划算 所以我宁可把程式想一想 一劳永逸 以后的话时间就省下来的 那省下来的时间倒不如你还可以花一点时间 把VBA更上一层楼 多去Try一下VBA 所以很多同学 上班 学完VBA之后就很聪明 利用上班时间 去Try VBA 然后把自己 这个专业技能提升 那这样 发现这个结果会怎样 他们同学 要不就过一段时间说他换工作了 要不就是说他这一阵子在面试了 因为他觉得说那个工作已经 没办法满足他现阶段 他的技能已经提高了 所以他有更好的选项 不过前提当然你必须要有 就是你的技能当 还有你的专业当成后盾 那这部分 要不然就是说他时间变多 他可以好好跟人家聊天 也不用担心事情做不完 再不然就是说 没有什么 delay下班的问题发生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一键完成 那这部分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两个重点 一个是 快速插入空白列 一个是快速删除空白列 大概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旁边有按钮的话 记得你那个按钮记得要按右键 把他的那个 控制 项的格式 摘要资讯里面 大小位置 要改成不随 除尘格改变 否则你那个按钮会 被压缩